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资格考试之后就取消掉该项考试的中文考试的选项 这个举动在BC省的中医界以及本地华人中引发了广泛的反对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加拿大中医之家的创始人李荣刚教授 以及华联会的会长牛华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与大家一起探讨取消到中文版的中医资格考试 对中医的传承和传播的影响 你们好 欢迎你们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李教授 李教授我知道您已经是从事中医行业的科研 临床和教学超过30年了 并且是创办了独立的天一真法的体系 为推广中医在北美以及在世界上的发展 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那您如何看待BC省它作为全加拿大 至于说全北美地区唯一一个承认这个中文的中医考试 而且是第一个为这个中医立法的这个省份 它为什么会想要在现在去取消到这个中文的这个中医资格考试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话比较长 我讲得谈谈我的看法 根据2013年8月30号 BC省中医针究管理局的官网公布了一个新闻 当时公布的新闻是这样说的 2012年五省 哪五个省呢 由BC省 奥巴塔 还有应该还有安大利尔 魁贝克 牛非兰 这五个省的中医针究管理局 联合成立 成立一个加拿大全国 加拿大全国的中医针究管理局联盟 简称为五省联盟 是的 这五省联盟的工作做什么呢 是做同管 同管统一管理和研发一个叫全加拿大的考试 并且加拿大有关的部门已经拨了专款 专款多少钱呢 45万加币 应用于推进全加拿大的中医针究考试 对 这样就启动了 从2012年开始启动 那么到了2013年的10月份 举行了首次全国通考 这个全国通考的话 由这五个省参加BC省 当时报名的人员 就审核资格 报名的人员应该是我记忆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234名 公布了一个信息 说用英文考试 唯独一个省是例外的 那就是BC省 BC省用双语考试 用中文和英语考试 五省联盟说尊重各个省的自主选择权力 那么这次突然的取消中文考试 业界毫无所知 非常的突然 对 非常的突然 那不是宣布 应该确确的说 应该是在一个考试手册当中 这么一点点地方 放在个不闲的地方 是的 也没有宣布这个事情 对 很不容易被发现 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我们就感觉奇怪了 所以说那为什么突然的取消 没有告诉业界 也没有告诉学校呢 那这个决定非常的突然 而且没有跟这个BC省的业界 中医师进行沟通 所以说现在呢 也是引起了这个华人 本地的华人的 广泛的这个反对的这个情绪 那刘会长 您怎么看待 现在华人对这个决定的 这个想法和情绪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首先我虽然不是业界人士 但作为华人社区代表呢 我也感觉很突然 因为啥呢 就是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无论从法律规定的出台呢 都是要有一个遵循一个过程和秩序 是的 比如适当的扩大范围的公厅 不管是业界的这种 各位老师 中医界的同行 以及中医学校的这些学生呢 都是直接的影响者 对 对吧 那这是首先从法律的角度呢 应该有一个公听和聆讯的过程 才能有一个下一步的决定的 这个我们叫公布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不合理的地方 对 第二呢 这个中医呢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就是说最精髓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起来呢 就从文化和哲学意义上来讲呢 为什么我觉得应该保留 中医的考试和中医的这种选择的权利 因为中文英文我们都尊重 但是至少应该保留中医 因为中医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吧 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四大发明 仍然还在现实存在还依然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中医的保家护航 使我们多少代人呢 免受了自然的这种灾害啊 包括一些疫情的发生呢 中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这里呢 中医的教学和中医的考试呢 无论从穴位角度考虑呢 还是从它的内涵的角度考虑 说天人合一也好 阴阳平衡也好 还是说这些呢 因为中医的名字 每个穴位每个名称呢 它是有哲学和内涵意义的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 用一些数字或者一些简单的方式 来代替中医这种 有深刻内涵意义的这些名词 和它的教学的本质 所以从这点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呢 应该尊重也要保留中医的这种文化 那从第三点来说呢 加拿大的国策是多元文化的国策 那我觉得呢 作为中华民族也好 作为华人社区也好 作为我们中医也好 那恰恰呢 我们也符合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国策的一部分 那实际上本身呢 中医的文化和中华的文化呢 也是加拿大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那从这个角度考虑来说呢 那也应该保护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是Augen from where 对我们从哪里来 保持它的文化 保持它的这种医学的特点 保持它的民族特径 恰恰从文化和国策的角度呢 也应该保留中医这个中文考试的这种特点 是的 你说的非常对 对 因为中文呢 它其实是中医的这一个根基 是它的根本 而且说虽然说 现在是取消的是这个中文的考试 但是未来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 就是说中医 它使用中文 会不会也是会逐渐的减少 甚至说会终结 那您觉得 它对于这个考试的 这个取消中文考试 对于中医现在从业的人士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 影响是相当大的 因为第一 它影响了中医的传承和发展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医 中医虽然是起于中国 但是在世界广泛传播的 是 因为目前为止 据不完全统计 一共有全球有183个国家 运用中医治疗 并且好多国家已经立了法 就是说中医为全人类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是全人类的 为全人类的民族 健康服务的一种优秀的方法 那么既然是一个优秀的方法了 中医这么伟大 对吧 中医这么伟大 那么应该传承 那么怎么传承呢 它的载体是什么呢 它的载体就是中文的 是 那么离了中文 这中医就成了无缘之水 无根之木 那如何传承呢 因为中医的精髓是四大经典 那四大经典都是用中文写的 并且是一古文 那么没了中文 那请问如何演习四大经典 是的 因为它都是用中文著作的 没办法研究了 那么本人建议 本人有一种感想 什么感想呢 不光不能取消中文考试 还应该鼓励和动员 从业的任何中医针究师 努力的学习中文 用中文交流 用中文考试 当然我没有排除 别人的另类选择 有些中医师希望用英文考试 或者希望用英文交流 我是大量的赞成的 因为我是个教学出身的 我也教个英文班的 我是很理解的 那这就是提下了一个特点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和选择的自主权 是的 其实中文跟英文是可以共存的 可以共存 对 而且现在有些人会说 因为这个其他的省份 他没有中文的这个中医资格考试 所以为了可能为了公平 说取消掉BC省的中文考试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鼓励其他的省份 像我们一样有这个中文的考试是吗 对 我觉得呢 就是说选择的权利是 民主国家的最重要的一个权利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中文 可以选择英文 就像加拿大的官方语言 有英文和法文 对吧 但是从实际的应用和效果来说 和对社区更好的服务来说呢 中文的教学 中文的考试呢 恰恰能促进中医 在海外的传承和发展 我觉得呢 就像刚才李老师说说的 如果把中文的教学和考试都去掉之后呢 那中医的这个精髓的部分和内涵部分呢 让学生呢 也无法理解 让老师呢 也很难的用更准确的语言来表达 他真实的这种含义 那么现在呢 BC省的中医界呢 以及本地的华人呢 也是联合到了一起来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 呼吁监管机构取消掉这一决定是吗 对的 为此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 哪几个机构成的呢 是这样的 加拿大中医之家 第二阶段是加拿大中医之家 加拿大抗中流 康复协会 还有中华中医药协会等 五个组织 在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 联署成立了一个机构 BC省中医维权委员会 具体领导和协调指挥一切活动 下面有分几个小组 法律小组 信任小组 宣传小组 协调小组 秘书小组 还有签名小组 签名小组包括 社团签名 学校签名 个人签名 等等 分工比较细的 这样我们要 请求BC省中医药针救管理局 慎重处理此事件 并且合情合理合法地 解决这事件 以保障公众的权益 促进中医药针救 在BC省的发展 而继续保留中英文考试的选择制度 是的 也希望监管机构可以看到我们华人的声音和我们华人的意见 谢谢两位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即将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我们将有请温哥华北京中医药学院的院长李文沛院长以及他的学生张素来到我们的节目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一看取消掉中文版的这个中医制度考试对BC省中医的影响